同学们好,今天我们会进入单元期 热身松弛那些事 热身松弛那些事 在这一堂课中我们将会学习关于体能的概念 所以,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同学们观看以下的图片 所以说,哪些活动可以有效的让我们的体温散升 加快我们的呼吸力与脉搏率呢? 对了,非常好 比如说,慢跑啊,骑脚车,打羽毛球,游泳等等 这些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体温散升 加快我们的呼吸力和脉搏率 相反的,睡觉,听音乐,玩电脑游戏,看书 这些静态的活动 是比较不能够让我们的体温散升 并且不会加快我们的呼吸力和脉搏率哦 人都知道,在运动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做热身运动 做足够的热身运动,才能够避免我们身体受到伤害 或者受伤意外等等 当我们进行热身运动时,我们的汗会一直流下来 这是松弛我们筋骨的一个好方法哦 然后,这时候,当我们进行了热身运动后 我们的呼吸会加速,我们的体温会上升 当我们进行了主要运动后 我们也要进行一些松弛运动 因为这样能够避免疲劳等等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一堂完整的体育课 一堂完整的体育课有什么呢? 其实,完整的体育课包含了三个方面 那就是热身运动,主要运动和松弛运动 在还没有进行热身前 我们可以先计算一下自己在一分钟内的呼吸力和脉搏率 那我们应该要怎样测量我们的呼吸力和脉搏率呢? 以下是测量呼吸力和脉搏率的方法哦 计算呼吸力时,必须观察我们胸部的起伏 然后胸部的一次起伏就代表一次呼吸气 一次吸气和一次呼气 然后计算脉搏率,脉搏率则是用我们的食指和我们的中指 放在腕部,手腕部分或者我们的颈部 然后指尖轻轻地压着脉搏的上方 然后计算我们脉搏跳动的次数哦 这就是怎样测量我们的脉搏与呼吸力 当同学们测量了自己的呼吸力与脉搏率 就可以进行一些热身运动 那为什么我们要进行热身运动呢? 热身运动就是让学生们可以在短的时间内将他们的体温提升 然后让他们的呼吸力和脉搏率加速 也能够让我们的肌肉做足充分的准备 好让我们的身体可以适应待会儿比较刺激 比较激烈的主要运动 当我们进行了热身运动后 就可以进行一些主要的运动 比如说打球啊,灌篮啊,等等的游戏 当我们进行运动过后,运动结束后 我们就可以再计算一下一分钟内我们的呼吸力和脉搏率有什么变化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的清楚的了解到 运动前后呼吸力和脉搏率的区别 通常呢,当我们运动过后 我们的脉搏率和呼吸力都会上升的 然后我们的体温会上升 进行了主要运动后,我们也要进行一些松弛运动 我们可以做深呼吸或者一些伸展的运动 来松弛我们的肌肉或者是髋节 因为松弛运动可以让我们的体温 呼吸力和脉搏率下降 恢复到正常比较稳定的状态 同时也能够放松我们颈奔的肌肉 然后加速体力恢复并且减少肌肉酸透的现象哦 所以松弛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同学们也不要忘记 运动时我们会因为流汗而流失很多水分 所以在运动中或者运动后的30分钟里 我们应该要分几次喝水以补充我们的水分 在这里老师建议每个15到20分钟 我们要喝下150到200毫升的左右的水 而且喝水的速度应该是缓慢的 我们不可以过门 应该要慢慢的喝 那同学们请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在热身前主要运动后和松弛运动后 他们的呼吸力脉搏率都会有改变 为什么对了我们的呼吸力脉搏率都会上升 尤其是在进行了热身运动和主要运动后 我们的体温会上升 呼吸力会上升脉搏率会上升 但是当我们进行了松弛运动后 它的脉搏率呼吸力就会渐渐的进入比较稳定 比较正常的状态 这是因为当我们进行运动时 我们的心脏必须要提供更多的氧气 给我们身体各部分 所以让我们呼吸的更快提供更多的氧气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体温 呼吸力和脉搏率会上升的原因 当同学们掌握了一堂完整的体育课的三个方面后 那这是热身运动 主要运动和松弛运动 他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巩固游戏 那就是追跑游戏 兵抓贼 还没有开始这个游戏之前 同学们先计算一下自己的脉搏 过后同学们可以以抽签的方式 或者是猜拳 索心索背 黑白配的方式来分组 分组后 同学们就可以在篮球场进行这个游戏了 然后在游戏进行的时候 只有两组的学生能够在球场里跑动 直到当兵的同学把所有的贼抓到了 游戏即将结束 当游戏结束后 同学们必须再一次计算他们的脉搏 过后 我们下期再见